好烦哦 虽然我应该讲一些正面积极的话 但是真的是 疫情真的是放假 放太久了 真的很容易让别人就是 生活感到非常的无奈 不过好 现在同学刚上来 可以帮我分享啦 谢谢大家 帮我们分享哦 今天我要送开言英语的免费的体验 体验码给我们的粉丝 开言英语 open language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如果说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不好好的赶快开始准备的话 其实大家现在专注都在疫苗上面 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打到疫苗 不过现在大家讲说 越早打到了代表年纪越大 是不是还好现在 不打疫苗不知道自己年轻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 就是在疫情这个时候啊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空服员的朋友都在做什么呀 有没有来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空服员朋友们都在做什么 不过是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刘老师应该是这里收到最多空服员来找我的地方 大概同学都是来找我说 刘老师我可不可以回来 这边可以来上什么课啊 接个课啊 对不对 但突然没有收入了大家都很惶恐了 可是航空公司基本上就没有再飞了 那甚至有大概有三家航空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正在如火如荼的准备 就突然就中断了 第一个就是那个卡达航空 然后在新加坡航空 然后还有夏农航空等等 那这些航空公司都是考到一半就中断了 就没有再后续了 就等让大家 还有长龙哦 然后让大家无限期的等待这样子 所以呢 那当然航空公司突然就是没有招考了 那当然我们怎么会有课 让这些空服员回来找我的人 可以让他们有课可以上 所以那时候就帮不上他们的忙 我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在想说 不知道你们身边啊 有没有就是 这些空服员回到台湾来也好 或是台湾的本土的 本国的国籍的航空公司的空服员 那你们身边的朋友都在做什么呀 有没有还找你们想 做做什么别的事情啊 等等的 我想听听看大家 说说看你们的朋友们 空服员朋友们都在做什么 刚刚我有讲就是 好多空服员 第一个下来就说 刘老师有没有课可以上 想来做讲师 但是这样子是这样 当讲师你知道吗 在这么多年来 刘老师在选这个 空服员当老师的过程 其实我也蛮 蛮纠结的 说真的就是有很多空服员 大家都有空服员经验的人来找我 但是如果他们马上就要成为讲师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会蛮有蛮大压力的 因为我必须还要先转换一下他们的一些 一些过程 转换什么 因为当讲师是这样 可能不是只是上去讲而已 那如果说各位 你们在学校生活的时候 有常遇到学校很多 邀请很多外面的外校的讲师 到学校来演讲 第一个很简单 主题是什么 那第二就是你的Pow Point 要做的要让人家觉得很有吸引力 对不对 不然学生听完这个老师一边讲话 表现表演的张力 因为演讲是这样 演讲师又要演又要讲 就是他不会演 然后他一直只会讲 那下面可能就说一遍 所以呢就是空服员要转 就是转型来讲话 对我来讲 其实我还蛮纠结 我压力蛮大 我会希望一下子就要让他们能够上课 能够面对学生上课 我就觉得 不是每个空服员背景员 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到 如我所期待的 那当然我大概有压力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收了学生的学费嘛 学生希望来这边上到老师的课 是希望能够 能够是一个要有所学嘛 也就是上他的课 是一个非常enjoy的过程 所以我当然也会蛮纠结 我也蛮有压力的 不过还蛮有趣的 就是这一次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对空服员回来找我们 那我们有上CSE的客舱 服务管理师的课程 所以我们也找了几个新的老师 我觉得还不错耶 所以我觉得是空服员 其实不会太难 就是但要花点心思 要转换他们的过去的职场经验 要转换成线下 要面对多人的一些说啊 演啊讲啊 这些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就要花一点时间 那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再等一等 看我们的同学上来 要跟我们分享 你的同学朋友 都在做什么 不过现在网络上很多啊 新闻报道也有在报道 对空服员下来 我那时候 哇大家一窝蜂的 就是一定要赶快找生路啊 对不对 要求生嘛 Survive 毕竟在空服员的工作 在大企业下面 很多大企业每个月 给我们这样的薪水 又有底薪 又有飞行加紧 又有外战津贴 那现在这个疫情一来之后 大家的薪资 因为没有班 没有班机可以飞 当然更不要想到 到外战还有外战津贴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工的情况 一大乱之后 它的收入可能瞬间就 减少很多 那当然在整个的 纾困过程当中 其实刘老师 也有帮空服员请命 就是说希望 可不可以补助 一些空服员的一些津贴 对但是一般收到的 回馈跟反应都是 空服员薪水都这么多了 还需要什么纾困 但是话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这个 因为大家平常一个月收入 假设有十万的收入 可能你的房子 可能你的车子 还有你的一些开销等等 物定开销 可能就这么多 那一下突然没有的时候 可能就要面临很多的借贷 那不见了每个人 可以马上转过头来啦 就是应变能力 跟转头的这个能力的速度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说这个 那时候的补贴 我觉得空服员应该是 被考虑在最后 但是 想到这空服员工作 其实他们也是真的 对不对 大家很辛苦 虽然没有班可以飞 但他在飞翼上工作 职勤 像前阵子的即时染疫 又扩散了这个 这个破口 就大家对航空人员 又有一多班的指教 跟一些执政 一些疑问等等 不过any 我觉得空服员 还是很值得尊重 一份工作 所以请大家 还是要帮航空人员 加油加油 刚刚讲到 空服员回来要做什么 其实在空服员 这段时间 他的薪水 跟大家一样 就突然骤减 或突然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些像一些 外商空服员 他们回到台湾来 他更没有收入了 像外商外籍空服员 空服员回到台湾来的话 第一他 除了健保以外 他也没有劳保 对不对 那他要得到 政府的纾困 好像也无从申请 那这个是 目前是有看到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 多多少少 一定要有点 收入进来的话 那你们身边的空服员 都在做什么呢 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好 来看一下 当然最多的 马上的 毫无成本的 也不需要任何的一些 投资 投入的情况之下 我想经营自媒体 的这种情况 好像蛮多的 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没有朋友 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像刘老师 就有很多的朋友 就开心 他们就在开始 经营自己自媒体 我觉得经营都很棒 比如说 像有一个航空业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的 Irene老师 我觉得她也做得很棒 也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希望她可以 越做越好 那还有很多 像一些朋友 都可以看得到 在他们经营 不仅是部落格也好 就是Podcast也好 还有前阵的非常 很红的就是Clubhouse 这个大家都在玩这些 那这些媒体来看 其实大家进入门槛 都不高 就是大家都能进去 大家都能玩一玩 就看看能不能玩出 什么样的本事出来 那当然空服员 有空服员的光环 所以利用这些空服员 这些价值 这些光环价值 空服员这些 之前大家很努力考上 那你也费了很多年 那有哪些的information 有哪些的知识 资讯 所以你拿出来交换 可是这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讲一讲 讲到最后 就会出现了一些险置 就是说空服员工作 讲一讲去 除了讲一些客人 组员 同事 国外的一些风光 国外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分享 就发现 讲一讲 最后就讲干掉 所以呢 就是说 很多空服员朋友 就可以开始做扩散 是这样 因为刘老师是自己创业前 所以我们都知道 就空服员的光环 其实如果你懂得善用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值得 可以把它变成你的资产 而不是只是你的一个回忆 所以当你把它变成资产的时候 就是在经营自媒体 你也来讲 第一个就是要包装自己 对不对 包装自己很重要 要花钱 要花时间 如果没有花钱的话 那就要累积时间 因为这个我看这个疫情 也短时间 我想也不会太快就走了 虽然现在有稍微和缓 也控制住 但是我觉得 未来大家应该是会跟 这些新的就是 新常态的情况下 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 以以为戒了 就会变成你可能要 第二个被动的收入啊 等等 那自媒体把包装自己 成为一个品牌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思考去做 那不知道我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告诉我 你有没有朋友在下面 告诉你朋友 有没有人做什么其他的 都自媒体 他是有哪些 他的名字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他的自媒体的名字是什么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 大家就来看看 有哪些人在这里 自己有自己开自媒体 那他的频道名字是什么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吧 那我看到大部分的话 空腹人都是讲 自己的飞行生活嘛 飞行经验等等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 可是发现就很多空腹人 在讲的时候 内容content的部分 就会大同小异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再多 提到一些学习性的东西 因为information嘛 就大家你有我有 大家information一传就有 但是我觉得 其实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多增加一些 知识面的东西 知识而不是information 那大家知道 知识跟information 其实是有差别的 对不对 知识是学习型的 那这个学习型的话 是一种有系统 有架构的方式输出 那information就是 左听听右听听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知道 但是学习型的东西 知识型的学习型的东西 它可能要有些系统 有些架构 像刘老师 当然也是很早就开始经营自媒体的 所以也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都一直以英文学习 为主要的架构的内容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做的话 其实空腹有很多语言学习的部分 其实可以把它放大 这个经营自媒体的理由来讲 其实我也还想做 就是空腹人身边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一些语言系列的学习的东西 然后做深入一点 观光英文 飞机上的英文 飞机上的英文等等 我觉得可以教更多的观众 粉丝啊 或是未来的粉丝 未来的旅客 他们出国要注意哪一些的 飞机上的礼貌的用语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把它复制 把它变成一个模组 不断的把它延伸 复制出 就变成依靠知识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经营自媒体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人自己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是做了些什么 好 如果有的话 随时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 除了自媒体 当然经营自己的品牌之后 有的品牌要干嘛 当然就是希望有收入啊 所以因为有了reputation 有了image之后 一直做你就一直投资 因为自媒体的话 要做很多的设备的采购 第一个 第二个比如说 录音间 直播间的使用 还有邀请来宾的费用 等等 后面还有后置人员的投入 这些都是一套的 一系列的 那当然这些投入之后的成本 说实在就是要把它 是不是能够有得到市场的支持 还有得到我们的粉丝的支持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谓的变现率 变现率 所以说就要严选我们的货品 我看很多空服员 大部分最容易入手的就是化妆品 所以我看到都是化妆品较多 还有看到都是卖一些轻奢品 等等 还有吃的 吃的也非常多 因为这个对空服员这个身份来讲的话 其实还最有说服力 我也看到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空服员做直播带货 有上前这我看到我们有老师被邀请去做直播带货 是做旅行的行李 不过这个时候疫情卖这个旅行行李 这个时候卖好像没有什么立即需求 因为短时间好像大家也都出不了国 也出不了门 所以买那个行李箱就会觉得先缓缓 先缓缓 所以这时候应该卖一些吃吃的 吃吃的 用用的 因为不能出门 因为在国内还是要自己消费 日常所需 上网采购 买什么东西空服员是最有说服力 如果看到大家都吃 办新奢品这些蛮多 那不知道你们身边的朋友们都做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卖一些什么其他的商品呢 好玩的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好 因为今天的时间晚上八点钟 刘老师也是临时赶时间 不过whatever 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它 不过下一次我们还有别的时段 也是在礼拜六下午 希望 因为这个时段大家也很尴尬 不过anyway 没关系 反正刘老师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保留下来 我们还是会继续回放给大家听的 好 所以因为你知道 假日这段时间 大家要能够聚精会诊 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难的 甚至大家都在家 我看大家都闷得很累 whatever 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有朋友直播待 我下面也可以留言 跟我们说 他说在做什么呢 甚至我有看空服员 也有做土地仲介 房地产的 也有 就他的形象 对不对 说服能力 说话表达能力 等等 我觉得也很好 而且听说疫情的时候 做这个房地产 我觉得也不错 听说业务 直标上升 直标上升 直播待会之后呢 还有空服员做什么呢 做是 创业 创业真的是最有挑战性 好 请大家帮我分享哦 好 帮我们分享 让同学可以看到 好 就是说 还有做创业 那我是觉得 其实创业这个东西 是最有 最有guts的人做的 好 那因为很多空服员 在这段期间 有些空服员 不一定是全部都离职 有些人是 无限期的留职停性 尤其像一些 外商的空服员 他们都是这样子 就回到自己的 回到自己的国家 回到自己的国家 然后无限期 留职停性 不过最近 已经有一些 外商航空公司 在通知 台籍的空服员 要回去 该航空公司报到 然后继续开始 要有职情 开始回去工作 不过这个疫情 一拖了一年下来 我看大家都 想回去的心 一心南山 就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回去的条件 薪资结构 还有给了一些福利 跟疫情之前 也是大打折扣 包括薪资 少了40% 那如果说 你想想看 在外地工作 薪水少了40%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在台湾 有一些发展的机会的话 其实他们就 所幸就离职了 离职之后 然后就去创业 不过刘老师那时候 开始创业 从华航下来 开始创业 并不是疫情 并不是疫情的影响 是真的自己想要 do something 真的自己想要 做一些事情来离职的 OK 那如果说 各位想要离职 其实我也蛮 蛮鼓励 因为我觉得 反正这个事业嘛 你知道 物极必反 一定是这样 就是到了一个谷底的时候 它势必要反弹回来的 所以各位 你要截至千古不变的道理 一定要物极必反 一定要反弹了 就看我们 谈起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抓到机会 那但是 因为现在创业 我有看到周边一些朋友 也有创业的 大部分 孔福源创业 也都是我看过 开餐厅的 开餐厅的 开蛋糕店 烘焙店的 然后大部分都跟吃的 比较有关 因为是最直接有关联 可是这个表面上 看起来是有关联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 不管是卖吃的 卖用的 卖喝的 卖什么 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 只要开始创业 就逃离不开 所谓的经营管理 那经营管理 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是对很多 就是身边的空瓶下来 这些人来讲 其实才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是蛮大的挑战 蛮大挑战 当然你旁边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经营谋划的人 或是能够懂得 规划谋略的人 再加上资金进来 我相信创业 也许可以抓到一个机会 但是可以慢慢走个两年 三年 就慢慢就走下去 像刘老师创业的时候 我没有想说 一做可以做 二十五年之久 没有想可以做这么久 就想说 好吧 试试看 反正没有就算了 对不对 可是后来 我没有想象 一做做二十几年 我心里想 我这里是 哪里来的傻劲 可以做二十年 不过这个 如人饮水了 冷暖自知 就是创业这个东西 反而就是说 你该怎么做 尤其是政府方面的 比如说对 国税局 经济部 国税局 税务 等等的 劳保 健保 劳退 这个东西 有关政府政令的东西 其实那个真的也是蛮繁琐的 不是很困难 但是很繁琐 因为有时候会改变 你就要注意这些东西 就是有关 有关行政的管理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业务管理 那业务管理 除了产品管理 还有员工管理 那这个对 公费来讲 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入门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在 这一项工作 我们已经算是公司 对我们最好的一群了 对吧 就是说薪水也有设 薪资结构也都设计好了 每月该拿拿 该拿多少 对不对 那每月要去哪里 也都安排好了 住哪里也都安排好了 对不对 上下班 有车接送 这全部都是公司安排好的 当我们在大企业工作 也是被公司宠坏的这一群人 善待的这群员工之后 我们下来创业的时候 你发现 以前上了飞机 就看到很多客人 就坐在那里 那现在开一家店 你都不知道 那客人在哪里 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心情 对吧 所以就是以前我们是客人 是公司找来的 我们只要把飞行的那个工作做完 让always make the customer make the passenger satisfied then they will have safe landing happy flight 这工作就结束了 对吧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要开电话 第一 客人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可能要做很多的行销 推广 一些营运 合作 资源交换 哇 这个就是 一个空别人来讲的话 这个空别人的脑筋 可能一下子要转怪 其实要 要很花心力 一定要非常沉得住气 所以我是以一个老人家 过来人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除了行政管理以外 还有业务管理 业务管理就包括产品管理 服务啊 或产品 还有就是员工管理 又有员工了 对不对 以前公务员自己就是公司 照顾很好的员工 现在我们要去管人家的时候 就觉得 很烦啊 对不对 自己做最快啊 管员工很烦 又要管他的心情 然后又要管他 然后他家里发生什么事 然后又要管他们 他又跟他男朋友之间又怎么了 然后他今天身体又不舒服 你就管人事管理方面的话 你就要非常的善进 这个部分 还有员工的薪资解构 你要设计 让他觉得说 在这里公司工作 可以工作的 你懂 长久的 等等 那面对产品 你要做产品 产品是做出来啦 可是怎么卖啊 对不对 怎么合作啊 等等 这也要想办法 其实说真的 这个不容易啦 不容易 所以说身边的空服员 我看也有很多人在创业的啊 就赶着索性 我不回去 我就留下来创业 那我觉得 是一条 一条 可以成功啊 那可以成功 那怎么样把它做好 我希望有机会 如果说 一些空服员听到我 看到的影片 也欢迎可以在下方跟我交流 然后也希望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空姐创业 创业学员 所以如果各位在座 想要来跟我分享 创业的 或是你觉得 我们可以合作的话 也欢迎可以 来跟我联络 只要你是空服员 你现在来创业 不管你要做什么 ABCP不同的商品 我想我们都会有合作的 可能跟合作的机会 就是记得可以在 我们的粉丝团上找到我 或是在我们APP上面下载 都可以找到我们 哦 对APP 如果说各位还没有下载 的话要记得去下载哦 我们APP里面有一个空姐创业园区 只要你是空服员创业 我们都可以合作哦 好 我希望可以就是以我过去的这些 这些创业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来做交流 OK 好 大概每次的这个 无病空情直播是我们这次讲完之后 我们下一次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次的主题 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空服员的恋爱 空服员的恋爱 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空服员的恋爱 怎么样 很难吗 我看一下我们下期要讲什么 我们下期讲的是空服员的恋爱 空服员的恋爱 我容易吗 下次刘老师会邀请一个空服员的朋友 线上来跟我们直播 我们会来讲空服员的恋爱 我容易吗 空服员恋爱我是觉得真的很蛮不容易的 下一次在6月26号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空服员 还在恋爱中 已经结婚了 在婚姻中 还有空服员离婚 也有 我们都可以顺便来谈一谈 好吗 所以要跟空服员谈恋爱 也不容易 那空服员想要去谈恋爱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那我们下期在5月 6月26号的时候 我们会来谈到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来 来收看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我们在活动上也有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 那下次我们还要 同学上次有个我们建议 就是说要讲那个空服员学英文 怎么样把英文学好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知道空服员是这样子的 反正大家都有很多理想 其实这阵子也有同学 在问我们线上课程 问来问去 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原点 就是还是有人的问题 但是我遇到这几天 来问我身上课程的同学 都是语文系很强的 都是外语系的同学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大家都有意识在 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 空服员的恋爱 我容易吗 你们觉得容易吗 好最后同学来 请下方帮我留言分享 我们会送开言英语 就是免费体验码 送给各位 我们下面有个连结点 请会在下面填写你的资料之后 我们会寄到你的 Email信上去给你 OK 好 那请上一次 有来听我的直播 但是没有留下资料的人 请记得要留下资料 因为我还没有收到你们的资料 我没有办法寄这个体验码给各位的 好吗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在这 如果你有朋友是空服员在创业的 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的 或是他想创业 想要找人家合作 也欢迎可以推荐给刘彬老师 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来合作 对最近也有一家公司是做Email的 那他想找我们跟我们合作 我想下礼拜来跟他们谈谈看 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 希望大家可以 在疫情这个时候 大家 我是认为应该要 大家要资源重整 资源共享 然后可以开出一些 特别的花朵出来 如果说创业是自己一个 从头到尾自己愿意弄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创业方式 其实已经是不合时局 不合现在的潮流 因为大家应该要有资源整合的 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 跟这样子的远见 才不会自己一个人很辛苦的划船 因为这是刘彬师 从二十几年来的辛苦 对不对 一个人划船 就疼了 所以如果找一个 找到有另外有资源帮的人 愿意来跟我们合作 那我觉得是最好的 好 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些空服 人现在还在未受疫情所苦 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话 请大家 告诉大家 可以来找我 我也愿意来协助各位的 OK 好 那就这样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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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